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安安 我是郑鸿怡 欢迎收听今天的报道全世界 来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 行政院科技部的部长 杨宏敦 杨部长来接受我们访问 保定你好 曾主持人大家好 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 这是我主持这个节目 四年以来 可能是最困难的一集 因为科技很难访问 没有 现在科技都生活化了 没问题了 真的吗 是 我跟你讲 你的责任就是负责 让大家不要转台 要讲到出神入化 让大家不转台 所以我们现在要推动的 科技生活化 还有就是科技要文化化 文化化 或者说文化也要科技化 光是文化科技化 这个大家就转台了 OK 开玩笑 来 我介绍一下这个杨部长 杨部长是这个高雄美农人 是 是客家人 是 然后从小是种田的 对对对 真的吗 农家子弟 农家子弟吗 对 你爸爸种什么 种烟叶啊 种香蕉啊 哎呦 我们都见过 我们家是盖种烟草的啊 所以我们有共同的童年的记忆 你种过吗 我种过啊 百分你怎么知道 当然啊 百分我说你听好吗 我是高中 初中毕业 国中毕业 高中才离开美农念书的 国中毕业 你到后来去读南一中 对对对 对不对 对 我对你研究太透彻了 哎呦 真是不好 后来去考师专 考上了大学 南一中 你选择南一中吗 对不对 对 南一中以后 就考上师范大学吗 对啊 对嘛 师范大学以后 就去埃阿瓦大学读博士嘛 读理 对不对 这样讲 这样讲 没错 没错 所以我一辈子都以这个教书为职制了 对 太太只娶一个嘛 到目前为止 女朋友教了大概十个嘛 这个 好了 开玩笑的啦 我是想说 不好打 我这个不好打 科技部长不好访问 这样 这是我的挑战 没问题啦 这个郑主持人这个 上至天文下至地理 没有一个不通的啦 你这不是在骂名嘴吗 现在大家不是这样在骂名嘴吗 不是 有些名嘴还是真的有料啦 OK 谢谢你啦 谢谢 好 那这个 杨队部长呢 本来在中山大学当校长 那这一次 是 蔡总统找你是不是 还是林院长 这个我不知道 但是最后就当然是林院长这个点头的嘛 对的 interview嘛 那interview的时候跟你谈什么 interview就是说 听说你在科技部那个以前的国客服务过 那现在我们正希望有经验的人来快速进入 科技部来推动重要的科技政策 跟科技的许多的这个措施这样 希望台湾赶快科技做起来 把产业带起来 你没有问他说为什么你们找上我 我不敢问 为什么不敢 这个 对不对 我们从小就受到这种 只要长官 或者说对你赏识的人 我们都非常敬重 至少你要问他说是谁推荐我 我相信 因为我这辈子很多贵人 所以我都觉得一定后面有人推荐 表示你是人才 不不不 应该说运气好 或者说祖宗积德 祖宗积德 你老爸是政策的 我们老爸也政策的 我们都没这个贴 或者说我们以前有做一些好事 所以有福报了 这样子是是 那有跟蔡总统见过面吗 那她见过很多次 蔡总统怎么指示 蔡总统想说现在我们国家到达某一种阶段 挑战非常多 所以假如说有机会进来团队的话 要大家要努力打拼 让我们人民有感 那真的国家让人家看得起 那在实际上有见证力 可是科技部我觉得这个工作 比较不容易研考 对不对 你的绩效怎么评估 实际上绩效是很容易评估 对国家的影响力倒是不好评估 那实际上你做了计划 你就有成果都是很容易评估的 但是这个实际上 间接到最后的评估 当然就很困难了 像教育部一样 教育部就人才培育 我们也是基本上我们也是研发人才的培育 是我们最重要的一番 因为那个是比较永续的 有长久影响力 至于你有一个什么好的研发成果 一推上市场就变成经济部的事情了 所以我们的直接影响力 你就要比较上游 对比较上游 我研发出来 然后交给下游经济部去 然后把它变成产业民生化 还有产业民生化以后到市场嘛 商业化 对对对 所以有时候是我们做到 只是做到论文或者专利 或者一点点产学合作 或者顶多是创新创业的前提 就大概都是我们的责任跟认为 后面Marketing啊 或是再应用价值 可能就是一些跟这个 市场化 跟企业比较有关系 是是是是 那这个我知道部长 要推一个叫药星计划 是不是 对 什么叫药星计划 药星是这样 因为药对我这个念物理来讲 药星我就很像说 那个星啊 别人不是很亮 我把它弄亮一点 叫做药星 把它小星把它弄亮一点 那所以这个药是日志边的药 日志边的药 不是光药的药 日志边的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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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因为我们科技部 其实人才比的话 人才奖励也是我们的很重要的 因为有时候人才就是要鼓励奖励 所以我们基本上最有名的 就是我们有科技部 学术研究杰出奖 那现在又有一个叫年轻的 叫做吴大有奖 40岁左右上下以下的年轻的 那比较就有点像青少年级的 有一个是城邦以上的 我们叫做杰出奖 那个有一个叫做吴大有奖 那当然后面上面还有这个 什么秦志愿科技贡献奖 还有总统奖 这个都是我们白华的 但是你看看这些东西大部分都是 像杰出奖或者吴大有奖 都是三五年的成果的竞争 那秦志愿科技奖 或者总统奖 这些都是比较 总统科技奖 都是好像院士一样 都是一辈子累积的 那其实我看到的东西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说有一些 还有我们还有推了一个叫 攻顶计划 攻顶计划是什么 就是台湾已经做得不错了 希望大家推一把上国际舞台 然后要是可以拿到大奖是最好 这是我们有一个叫攻顶计划 比方说什么 比方说哪一件事情 就是缺临门一脚再攻一下就攻 比如说国内已经有国内的厌世级的 然后讲座教授级 他做得很好了 我们就给他说 那你看你提一个什么计划来 我们给你 钱都比较多了 两千万到两千万几的一个计划 一般科技部的激发 平均就大概比较人文收入大概一百万 实际科学工程大概两百 大概他们是可以拿两千万 两千万 那后来我发现呢 我们起码你知道 诺贝尔奖 诺贝尔物理奖 这个发学奖 或是这个生物医学奖 你去做一下统计捨位一下 他得奖的时候也许是七八十岁了 但是再详细去看 他得奖的作品 或得奖的一些研发成果 最重要的时候 大概都四十岁上下 所以我就会觉得说 那四十岁上下就是 假如说这个年轻人 或这个研究人员够优秀的话 反而是四十岁上下是最需要用钱 那我们工顶计划 我目前发现 大部分都是快六十左右上下的人 拿到工顶计划 因为都是讲座教授院士 所以我才会想说 那我一定要弄个计划 是四十岁上下的 因为这些人可能是最有机会 因为他手上搞不止一两百万 我给他两千万试试看 所以要有冒险性 创新性跟突破性的 这是重点 因为我们的工顶计划 大部分都是比较资深的 他们手上搞不好 目前手上你不给他钱 你不给他钱 他可能也有一千万上下的 金费成本 所以这种效果 跟我这个年轻人 给他砸点一千万以上的价值 是不太一样的效果 所以我才推一个要心计划 希望年轻人 做年轻人可以四十岁上下以下 可以的 我们趁着要心 但是我们也看得出来 这些人可能有一些潜力 所以你要有一个评鉴的 一个审查的一个委员会 我今年已经扣出去 八月扣出去 希望九月底就会收鉴 收鉴是 他九月底 只要把那构想写出来就好 大概几月的 那我们就从构想里面 筛选一部分 那请他写一个详细计划书 大概九月 这种给两千万的 大概会有给多少位 我们一年大概就是五位上下 差不多一亿 一亿 对对对 五位 五位上下 这算很 就是给的资金很够 而且给要给了五年 一年两千万 一年一千 大概我们现在 目前观看是这个年轻的一年一千万 五年就五千万 对一年一年给 那我们中间还会派一些这个人去辅导 看看他有什么困难 我们再帮他一点 所以这个可以调整的 那也许这四十岁的上下的年轻人 在未来就能够花光花着 我希望啊 因为你看看我们要是五年以后 就会有一二十位 这一二十位以我们 我跟你讲要有冒险性的嘛 这个打棒就三成安打率就强 就是强打者了 要有三成就会有几个 十个左右 五六五到十个 可以在国际舞台上发光发了 这是我们目标啦 这十个哪有中三个的不得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剩五年以后要是有 五年要二三十个对不对 那要有个五个到十个 那就不一样 当然这个我是这样想 但是日本我们去看 日本也也有推这类似的计划 嗯嗯嗯嗯是是是 所以这个不那么容易研考了 因为也许他发光发热的时候 是十年后十五年后 有可能 那时候当然部长很可能就没有再继续 在科技部服务了 对不对 那是哪一天哪一天 我就是七八十年 哪一天看到一个年轻小伙子 台湾人在国际上得了什么大奖 对 哎这是我以前给钱的 啊 你错 对对对 那时候再继续服务 我访问你 对 我们人生不就这样吗 看到你的子弟兵有什么成就 就是已有荣烟吗 对不对 当然当然 就是你当时埋下的种子 现在已经开花结果 成功成功不必在我嘛 了解了解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 科技部的部长杨洪敦杨部长 那杨部长以前就是国科会的副主委 当时的主委是陈建仁 也就是现在的副总统 现在的副总统 是 那么另外呢 我想这种国科会其实是很大 国科会一年预算多少 国科会时代跟现在是科技部 对不起科技部 科技部 总个科技预算大概就是一千亿左右嘛 我们大概用了四成到四成五 在科技部在科技部执行 嗯 那其中 还有还有三成多大概就是经济部执行嘛 嗯 其他还有中研院啊 经济部那是科砖计 计划那种 科砖计划那种 就是计划计划给公元院那些 还有法人 支撤会或金属中心 还有这个 政策会这种 所以我们大概执行 四层到四层五 四五百亿 四百多亿 其实科技部管的事情 其实还真蛮多的 因为为什么它是 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的 最高主管机关 那么 光是管的国家实验研究院里面 就有国家晶片系统设计中心 有仪器科技研发研究中心 国家高速网路跟计算中心 国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国家奈米元件实验室 还有国家实验动物中心 国家太空中心 科技政策研究与资讯中心 还有台湾海洋科技研究中心 台湾台风洪水研究中心 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我们可能都平常 都不太会注意这种东西 可是有多少人 其实是在默默的努力的 在做研究 这样子 对台湾的科技 台湾的研发 其实做出贡献 所以科技部 就是说如果做得好的话 其实是对国家的帮助很大 那我们现在访问的是 这个科技部的部长 杨宏敦 杨部长 等一下我们再来看 就是说台湾现在有足科 中部有中科 南部有南科 这个三个科学园区 接下来是不是要转型 因为台湾的科技已经 这类电子产业已经走到一个地步了 那么等一下我们来谈怎么转型 我们先休息进广告 好 欢迎继续收听 《波动转世界》 我是郑鸿怡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行政院科技部的部长 杨宏敦 杨部长 这个杨部长刚刚讲的 要推一个耀星计划 希望说现在差不多40个周游 在年轻有为的年轻人 那么我们给他更多的资源 希望给他连续五年 一年一千万 一个人五千万 那找了大概十个人 希望他在十年后 十五年后 二十年后 真的是搞不好拿到诺贝尔 物理奖 这是我们梦想以求的 对不对 诺贝尔化学奖 有可能 不是不可能 诺贝尔生医科学奖 生医科学 对 好 那另外是这个 南部科学园区 中部科学园区 还有新竹科学园区 这个 它需要区隔吗 它未来需要转型吗 对我前面再补充一点 因为科技部有三大任务 第一大任务当然是规划 跟推动全国的科技政策 跟科技发展 第二个叫做资源学术发展 就刚才讲资源大学 还有做一些研究平台 就是国家实验研究院 刚才说的十大研究 你去做研究 我选你 然后我资源 后勤系统 对 研究的主体 大概都是以大学 跟研究研究中心为主 但是国家实验研究院 那个下面的研究中心 就做一些大的平台 比如说大电脑 或是同步辐射中心 或是医科中心 专门帮人家做仪器 那个是supporting的 有一点技术平台 或技术大型仪器的资源 做学术研究 这个是资源学术研究的部分 第三部分就是 我们还有一个任务 就是发展科学园区 现在他在常常听到的科学园区 跟工业区有什么不一样 那科学园区它有一个门槛 要进驻的时候 它有一个 科学园区有一个设置管理条 里面有个门槛 就是说你一定要有 某种成分的研发 就是说你的议算里面 有百分之多少 有一个数字 是要投入到研发的 这种公司才能进驻 就有点 讲熟点 就是高科技公司 才比较可能进驻 有研发的 有研发的创新 研发创新的才可以 这样 那大家就对那个 主持人刚才讲过就是 我们这十年 尤其一二十年来 我们这个ICT 就是光电啊 半导体啊 机体电路 这个发展的真的不错 这个 所以竹科 可能是全世界 有名的 所谓的科学园区 后来我们发展了南科 过来中科 光电产业 我们都在世界上 占有一席之 尤其是跟电脑 相关的周边这个 但是大家知道 经过这个这么多 一二十年的发展以后 你看像手机啦 尤其是通讯 另外一个物联网也进来了 IoT IoT也进来了 很多这个以后的产业 可能形态都变了 甚至现在的文化创意产业 也进来了 电影后制啊 这些什么VRAR 这个都进来了 虚拟的 虚拟的一些工作 企业都进来 所以我们发现说 台湾以前成功的模式 也许也不容易永续 现在的成功不代表以后的成功 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们就要考虑到它的转型 当然科学人员 我们科技部的科学人员 基本上我们很像是房东 做好一个非常好的 环境给你 环境给你 不管是生态的环境 或是商业模型的环境 比如说你要曝光了 什么在我们那边就可以曝光了 这个富贵车你一上来 直接可以偷到机场去了 因为你已经曝光我结束了 好 那个我们以前做非常好 那产业部分就是我刚才讲的 机体电路半导体跟这个光电 这个非常好 接下来可能我们台湾要在这方面 还要再撑下去的话 也不容易了 因为科技产业的形态的改变 这方面的利润其实是非常非常低 尤其是我们以前代工的比例很高 对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渐渐转型 那个转型 现在刚好这个新政府你在推动了一个 5加2的这个旗舰产业计划 比如说这个从北到南的话有这个 生计 亚洲戏谷 智慧机械 绿能 国防产业 过来还有两小的比较小的 就是这个新农业跟这个 还有一个叫做循环军纪 这个我们也就思考说 配合政府的话 我们配合政府这个推动了五大新型产业 5加2的新型产业 是不是也有可能转型的机会 转型当然就有很多不同的思考了 比如起码第一个 我们的设置管理条例是不是做一些调整 让要是有这个5加2新型产业的 也容易进驻 进入科学园区 进入科学园区 因为我们科学园区有很好的 比如我刚才讲这个资源系统 他一进来其实水电一些污水处理 空气污染的管控 我们都已经做好了 你只要带着资金进来 带着资金技术进来 你就OK了 所以我们以前也许进驻的话 审查不容易通过的 我们现在希望经过某种 大家的及时管理把它转型 这是其中之一 大家也知道说 科学园区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园区 你发展智慧园区 像什么智慧机械 智慧什么交通 我们你常常听到智慧都市 那我们科学园区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 所谓实验场域 所以类似这种 发展5加2旗舰产业的时候 我们科学园区 也可以当做它的实验场域 是一个非常好的实验场域 不管你要做智慧机 智慧的都市 我们那个就很好了 智慧交通 因为水准最高 马路什么都很清楚 对 那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好的实验场域 包括物联网 因为我们那个水准很齐 都是可以在这个地方做 甚至科学园区里面也有宿舍 有什么的 这个都可以当做一些很重要的实验 什么实验的物联商店模式 物流也在那边可以实验 所以我会转型到 第一个5加2的新兴产业 可以在那边比较容易进驻 第二个5加2要是要新兴 实验场域的话 那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实验场域 这是科学园区很容易做得到的 这个我们会非常加紧脚步 再讲一次5加2 5就是一个叫做国防 国防 智慧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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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能 还有生技 还有一个叫做亚洲矽谷 亚洲矽谷 亚洲矽谷 现在目前基本上是在 桃园中立那一带 因为就是 何谓亚洲矽谷 亚洲矽谷基本上就是希望 另外一个生和谁在台湾 矽谷的模式在台湾 那主要还是心态 创新是不是 新创创新系统 生态系统 希望在台湾可以做起来 现在是在桃园吗 以桃园为主 但是大家都知道 那种东西不是 不是以盖房子圈地为主的 那是连结为最重要 所以现在我们新政府 比如说连结未来 做的东西是比较有未来 所以它不是一个工业区 或者科学园区的概念 基本上不是 因为我相信部长 比我了解太多 就是这个美国的矽谷 就是在St. Jose 它在距离旧近山不远的地方 以前那里其实也没有什么 慢慢的几十年的发展 那里可能是全世界 人才最多 钱赚最多 然后发展最快 的一个世界的创新中心 它影响着全世界 所以我们以后的桃园 有可能是这样 对 刚才这个主任长非常好 他其实也不是说 有多少大楼在里面 也有多少围起来的人 有多少 但是那个地方 就是有一个非常好的生态系统 所以你只要有点子 你搞不好找了一个 某一个办公室 你会说 我有什么好东西 有没有人可以帮忙 帮我忙 晚上就有人给你 请你喝咖啡 就把你的东西 给你指导一下 我会找哪些人来 哪些人来 所以你很容易就说 你有什么发 甚至只有发想 搞不好人家可以找到 某些人可以帮你实现 重点是你有什么构想 有创新的构想 有创新构想 这个是最重要的资产 对 有创新构想以后 很容易就让你创新构想 可以实现 这个就是矽谷的生态 生态系统 所以我们台湾也希望 鼓励我们年轻人 有这个 因为你知道吗 我们现在台湾 对年轻人最苦闷的 就是低薪还有不好找工作 对 低薪主要原因就是 我们都是做人家的代工 什么之类 所以都给人家 人家有的我帮你做 那或者说你有我有 对不对 都给人家比价钱 比价钱最后 比较受害的 当然就是员工的薪资 假如说你有是新的东西 价钱都你自己定的 了解 所以我们科技部 就很注重要创新技术 以后可以新创产业 我有机会去那个San Jose 你看到了Sisco在那边 他一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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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Sisco真大 后来又看到苹果 苹果其实是 应该是两层楼的房子 不得了 然后圆形的很大 然后这个市政府还把一条路 本来是路 都割给苹果这样 可是你真的没有想到 苹果竟然世界的市值 創造7000亿美金的市值 那不得了的公司 希望台湾有那么一天 对对对 好我们现在访问的是 科技部的部长 杨宏敦 杨部长 等一下就是我们再来谈 那么台湾现在小英总统 有一个新南向政策 那这个部分 我们在科技上有办法怎么样配合 好不好我们先休息进广告 好欢迎继续收听 《报道全世界》 我是郑鸿怡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行政院科技部的部长 杨宏敦 杨部长 杨部长是国中的 所以你国中第几次 第一次 第一次 第一次应该是你是45年次 没有讲错 45年次今年刚好60岁 年轻 你看现在台面上都猴子 什么意思 太狗的 什么人太狗的 总统 立马院长 都是45年次的 以前是属虎的 现在都属虎的 属虎的 OK 那么这个新南向政策 我们科技部有什么要 会是重点吗 其实虽然我们国家这个外交处境很困难的时候 但是科技其实是 科技外交其实在台湾里面是 算是比较中性推动还不错的 即使是你看 我们跟大陆之间 有些这个ACFA什么类的 其他的服貌都困难 但是 我们跟大陆之间就唯一有一个叫做科技部长论坛的 这是两岸 两岸是有科技部长论坛 现在已经已经 两年一次 现在已经第三届结束 明年我们要办第十届 所以科技部长论坛还是可以走的 那东南亚 那天王会派个统战部长来 那个菲律宾 我们也有台飞科技部长论坛 所以我们现在 这个哪一项政策里面 我们现在正在推动其他的 比如说越南 泰国 印尼 甚至马来西亚 科技部长论坛 没有 我现在希望再推 以前我们都 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科技合作 你知道吗 这个东南亚跟我们之间最重要的 有几个重要的 共同有兴趣的议题 比如说地震 台风 豪雨 所以防灾科技一直是 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 所以我们跟 譬如说台湾跟大陆 两岸科技部长论坛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 我们的台风 研究比他们好 他们梅雨 因为梅雨从大陆来 梅雨的这个 他们研究比我们先进 因为资料都在他们那边 台湾的资料在我们这边 两边合在一起对两边都有利的嘛 所以你就知道说 其实我们很早 就已经在东南亚有 台风 豪雨 或者是地震 甚至海洋 海洋科学的研究 这个他们有火山 地质的研究也有 他们有火山 台湾偶尔尔也会有 火山的问题嘛 所以这很早就已经开始了 而且就进行的越来越大 对 我们甚至他们这些 某个研究中心或大学来这里 我们的来 教授带的研究生到我们这里来 做研究的 我们都是支持他们的 所以就有非常好的这个基础了 那现在新南向政策 当然又配合我们 假如说5加2里面 最可能开始的就是 就是一个叫做生医 生剂 生医 因为台湾的 你看第一个 勒戴医学 登革乐到处都有 东南亚都有 对 连新加坡也 也跑不掉 所以登革乐像 勒戴医学的研究 我们大概 勒戴医学研究 这个勒戴医学 基本上是在 北肥归线跟南肥归线 这个中间 这个中间 闹起来 台湾可能是这个 中间国家里面 生物医学最先进的国家 之一 应该是最最最最最好的 所以我们把这个生物 这个登革乐的防治 或是 冰美纹的防治 对这些都有非常好的 这个 他们的学习的 或者推展到他们那边 非常好的一个科技 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高阶医疗器材 因为我们都是东方来 所以我们的医疗器材 比较适合的 不管是牙齿的 或是病床里面 那个医院里面 所有的那个病床 或是这个器材 都是适合我们东方人的 这个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开始在 尤其是高雄远区 陆竹那高雄远区 发展的还不错 所以我们希望说 医学医疗器材 也是一个 我们到东南亚 可以合作的非常好的 所以现在 我们也希望说 靠一些以前来台湾 念医学的侨生 或者说 跟我们台湾有比较 以前有比较好 关系的一些医生 可以再回来台湾 做一些 做一些这个 比如说演习啊 这个我们以前做的还不错 那现在可能这个是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 农业 农业吧 新农业那一部分 农业不是农委会吗 对 但是 但是我们也是补助很多计划 所以农 农业部分 其实可能台湾也有理解 尤其是很多大学 很多大学 中兴大学是最 最 带泰国是非常好的例子 那其他的 其他的国家 我们可能 农业 可能还是我们一个很重要 还有一个就是 刚才讲科学园区 他们现在新兴国家 也希望发展 类似于我们的科学园区的形态 去提升他们的这个 所谓的科技发展 所以科学园区的模式的输出 可是我们科技部也可以做的 所以就是这几方面 可是我们科学园 当然是人才培育 研发人才 要是念大学啊 什么之类的 都会到教育部去帮忙 那我们这边就是 提升他们的研发人才 就是假如说他 我刚才讲 科学园区郡区 他们可能要做些高科技的 跟一点上来 那我们这个人才输出 可能是 或是说 现在他们来念硕士班博士班 硕士班博士班 我们也补出 硕士班博士班的奖学金 教育部大部分是大学部 他们以招大学生为主 我们就跟着做研发的 这个人才 我们也补出 让他以后有机会的话 不管是我们的厂商到 到这个东南亚 或是他们也要到东南亚投资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 我们认为 人才培育 以后我们台湾 会在新设科学园区吗 目前为止 我们科学园区 其实虽然只有竹科 中科 南科 三个科学园区 但每一个科学园区都有 很多基地 比如说竹科 竹科就有 原来新竹那部分以外 我们还有其他的 比如说竹北 那现在还有铜锣 铜锣 铜锣在苗栗 那现在还到宜蘭 还有一个园区 对 所以其实空间是够的 不会再新设了 不会再新设了 我们现在基本上是不会再新设了 没有什么特别的需求 我们不会再新设了 对 这个就是带动一个 所以科学园区有很多影响深远的 那些我们希望优势都还保留 但是你也知道 社会形态一直在改变 对 我们希望科学园区 因为科学园区你看 科学园区里面 公司也有起起落落 有些公司还一直发展不错 有些公司 台间就一直发展 对 台间就一直发展 我们也是尽量符合它的需求 看哪里 它要7奈米 要5奈米 一直走 我们也是希望它 这些最先进的技术 都留在台湾 那有些 你看有一阵子 那个面板产业 也就是有点 有点 有点这个 攻击过剩是吧 对 所以有些公司也是 不管是办到哪里去或做 就是被 在淘汰了 那些厂房 我们也希望再整一整 那个地整一整 看看还可以进驻不同的产业 联华科的蔡明介董事长 一直想跟中国 这个合作 你的态度是怎样 这个 这个产业方面 我其实是不是那么清楚了 但是我是觉得 他们那个 竞争是非常非常的激烈 但是跟留台湾更重要了 因为台湾 我们有个像我们农家子弟就知道 台湾有非常好的农业生物科技 你知道吗 什么养虾 种兰花 那个 那个 比如说莲雾都是最好的嘛 对 但是我们以前保护都没有 农民的保护的专利的那个 那个 概念不是很清楚 对 有些就到大陆去种啊 或者养 养虾的到东南亚去养 这是蛮可惜的 不然那些技术都是以现在来讲都是可以卖钱的 但是我也觉得说高科技也是这样 高科技多多少少在政府 在初期的话政府你看 都是创新创业都是说补助嘛 所以他要是好好的多想一点的话 我相信他的困难 应该在我 你有跟他聊过吗 我没有 我没有 因为我现在最近才进到这个科技部来嘛 了解了解 七八年都在大学嘛 了解 好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行政院科技部的部长杨洪敦 杨部长 刚刚讲的 跟流台湾比较重要 好 意思很清楚 好 那么 我觉得 刚刚那个五加二真的是很重要 好 原来台湾的科技发展之外 现在蔡英文总统的方向是五加二 好 那这个 等一下我们可以再聊 另外一个是 产业跟学界 学术怎么样连结 这个事情也非常重要 等一下我们继续这个请教杨部长 我们先休息进广告 好 欢迎继续收听 《报道全世界》 我是郑鸿怡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行政院科技部的部长杨洪敦 杨部长 杨部长是 在家里做产 爸爸是政婚 还有政 金秋 金秋 那他也要帮忙这个种田 你也要看牛 看牛 你说看牛 对对对对对对对吧 有戚牛嘛 戚牛啦戚牛 政婚你也要赌钱过 对对吧 然后你是国小第一名进入美农国中 我是说政权的怎么这么讨厌啦 这个可能有点小聪明嘛 对不对 厉害 爸爸知道你做部长吗 过时了他过时 走了喔 妈妈还在吗 在在 妈妈看到儿子当部长的感觉是怎么样 这个就是祖宗积德嘛 妈妈可能很欢迎 那当然最重要还是你要对台湾有所贡献 我们来看喔 我再把五加二讲一次喔 这个我觉得还蛮重要 五加二就是绿能产业 这是未来新政府要发展的 对 绿能基本上是以台南这个沙伦地区为主 再来是国防 国防 对国建国造啊 国建国造 那还有一个是 还有航太的 就国防产品包括航太 航太对 然后航太还有一个国建国造嘛 然后还有一个是 就是生医 生医 生医就两组 一个是南港那个生医园区 还有竹北生医园区为主 生物医学 生物医学跟医疗 跟医疗 好 那还有一个是亚洲戏骨 亚洲戏骨 以桃园为基地 以桃园为基地 那还有一个是什么 智慧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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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台中 台中这个智慧机械其实很多 对不对 那加二是 加二就是循环经济跟那个新农业 新农业 什么叫做循环经济 循环经济这个说起来就可能最新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暖化的问题 所以尽量要减少这个垃圾 减少这个 二氧化碳的排放 垃圾的制造 尽量少排放 另外一个就是尽量少垃圾 对 所以循环经济就是做这个样子的行 occup 譬如说 循环经济可能也会改变我们以后的形态 譬如说水 从水到最后面 譬如说科学研究宣 partner 水进去以后最好用了百分之 百分之八九十周在那里迷循环都不要用水 类似这种叫做循环经济 另外一个比个跟我们家电有关系的东西 就是说你看 假如说我们有一台车好了 你一台车你自己拥有嘛 你开到10年以后 你就报废就丢了 但是以后的车子 可能会模组化 很多家庭都模组化 你是用租的 租完以后就 你要换的时候就 公司就换给租车公司 或是换给这个 比如洗衣机什么机 换给他 他再换一个新的给你 我说你给他租用 他回去以后 因为他要一时循环使用 他一定是模组化的 某个东西换一换洗一洗 又可以用 有个卖八成 这种叫循环经济 所以以后的工业设计 可能非常重要 对我们循环经济 台湾刚开始还是 以生态繁境为主 以后会跟生活形态都改 以后你的灯泡 什么灯具都用租的 物联网的关系 你用了多少时间 我付多少钱 换新的 所以回去他 搞不好某一个东西拆一拆 能不能弄弄换一换 还可以8%至90%还可以用 增加他的寿命 增加后利用他肥收率 是是是 这个是循环经济的一种 那这个是政府都有定奖励措施吗 现在我们台湾才开始要推 现在推的最好的是荷兰跟德国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学习的目标 循环经济 比方说其实我知道台湾的电子业用水 用很凶 那循环经济的意思大概就是说 好你用进来之后 看能不能再把它更新 把它这个干净化 然后再使用 就是循环经济 OK好 那另外一个是 怎么样促进大学跟教授研发的成果 扩散把它变成 移转到这个产业界 然后变成市场化 因为其实台湾那个 这个所谓研发 跟主要可能知道 跟我们年纪差不多 就是说 其实我们念大学的时候 台湾还没有研发的 所以大概研发是 1970年开始 才有所谓的国科会科导会 70年代过后才有科技 还有那个国科会 所以80年代才台湾才真正 1980才真正开始做研究的 所以那你看这段时间 人家诺布勒奖都已经 欧美都有了 所以人家科研已经有100年历史 我们大概只有30几年历史 但是我们这30几年 其实强度也慢慢加强 尤其是我觉得这10年来 科技部推了非常多的国家型计划 虽然看起来 好像没有很多的亮点 实际上所激发的潜力 留在那个学界或研究界 潜力也蛮高的 但是可能我们的这个法令不够完备 有些人好像就发表论文以后 发表买了这个专利以后就放在抽屉 因为 太浪费太可疑了 对可能诱因也不足 另外一个就是 就是最近你也看到我们中原院的 这个不小心就会触法 所以这个什么利益诉讼 或者是这个利益回避东西没做好 所以我们现在开始要把法律修好 修到说真的可以让 任何有做了新的发明或新的研究结果 可以很顺畅的让它转移到 用产协合作机会后转移的这个机制 可以到业界来新创产业 所以现在这个非常重要了 所以我们科技部推了很多计划了 很多产协合作计划 有机力计划 创新创业计划 或者是竞赛 都有可能 所以这个是我们目前很快要动 希望大学里面 你们做这个事情不是跟公园院差不多 类似 但是公园院是比较法人嘛 我们做主要是因为我们研究机研究经费 大部分捕捉大学跟研究机构去了 尤其是国研院 国研院是我们这个所属的嘛 那公园院是经济部的 所以我们国研院的跟大学 国家研究院 国家社研究院 我们希望我们补助 我们补助计划的研发成果 可以比较顺畅的把它导引到这个业界应用出来 这是我们目前 可是这个过去也不是也在做吗 但是就是法令不够顺畅 诱因不足嘛 或者说你里面有蛮多美港的 比如说大学教授你要是 比如说你有技术予展出去 那因为技术予展出去 新创公司都要 基本上都没有资金 都给你技术股嘛 但是给你技术股马上要扣税啊 都还没有看到影子扣税 你会不会想出去 就不可能吧 所以我们这些都要修嘛 或者比如说有些人 国立大学你兼的主管 就不能出去嘛 不能出去 兼职嘛 那你知道大学里面最大咖 就是研究中心主任 西所主管院长 这个研究的最大副嘛 所以这些一限制以后 这个力道就弱很多 所以我们都希望 都跟教育部合作把它修的 那你现在怎么修 修科技基本法 科技基本法里面 还有一个叫做科研成果 运用管理办法 这些都要把它修好 就让它可以顺畅出来 那我举例就说 我是个教授 那我现在也 这个研究的成果有了 那我转给这个新创公司 新创公司呢 就给我比方说 10%的这个技术股 那以前我是要缴税的 缴税因为面额是10块钱 那假定我是200万 那我就要报税 是不是 这算我的个人中的所得 那报税它很可能就要报45%了 因为它超 对你还没赚到钱就要先 要先报税 对对对 那可能那家公司 那家公司不一定会成功 对 那以后呢 以后我们希望说 这个可以反扣税 就反 反 反扣税 不是反 反扣税 就是到以后怎么样以后才扣税 这个就还有讨论的空间 又上市以后拿有现金收入后 我再扣税 那有些教授呢 他的这个比方说出去外面监 现在是允许的吗 现在假如说你不是监主管的话 你不是系主任 市立大学没问题 国立大学你监了主管 监了主管以后 行政主管以后就等于准公务员 准公务员有很多那个公务员服务法 对 你要是 国立大学的教授啊 系主任啊 这些都准公务员 只要监了行政就准公务员 就准公务员 比方说教授或所长 所长 教授不会 不是主任啊 系主任 主任跟所长 这个是不能监的 对你监了以后 你不能超过公司10%吗 这样吗 这个以后会放宽 以后我们希望再放宽嘛 了解了解 就实务上的问题就对了 好我们今天访问的是 行政院科技部的部长 杨宏敦 杨部长 其实也就是说 把以前过去的发展产业的束缚 把它拿掉了 对 作为意思 让研发成果比较顺畅的可以推到产业 了解了解 因为我们认为我们十几年来 科技部补助的研究计划 有很多很多成果或潜力放在这个 好东西 好东西 都没有好好的给它应用出来 被市场化 被市场化 了解浪费 是好 那时间的关系 感谢部长接受我们访问 也感谢这个主持人 给我这个机会 那也祝我们现在的所有的听众 这个身体健康 谢谢 谢谢 好我们今天进行到这边 明天同时间再见 拜拜